政府委任大律师黄佩思出任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 接替卸任的李国章 明年元旦起生效为期三年 本身是执业大律师的黄佩思 现在是最低工资委员会和监警会主席 2017年3月开始担任港大校务委员会成员 教育局局长杨洋雄赞扬黄佩思 公职经验丰富 相信他能够带领港大精益求精在床戒职 港大发声明校长张祥欢迎黄佩思获得入名 引领未来大学的策略性发展 黄佩思亦都在港大的声明中说 下方未来将会有连串本地以至区域的新发展计划 包括招聘更多国际学术人才 和各地的学府和机构建立更紧密伙伴合作关系 以提升大学的国际声誉 他说高兴能够在新纲位上给指引和支持 即将卸任的李国章说 过去六年对大学在香港和深圳 进一步开拓发展深感荣幸 有信心港大在未来十年会有更加却越的成就 教育局局长杨润航也都感谢李国章 在过去六年领导港大 有教育沙皇之称的李国章 2015年3月获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委任入港大校委会 2016年开始接任主席 期间经历多场风波 包括否决任命陈文敏做副校长 解雇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 和学生会评议会感激刺警案疑犯事件等等 上任校长马飞心也都在李国章任内提早离任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道 医管局通过新一轮挽留人财措施 包括提供首期低息置业贷款 最快明年下半年推出 有医护协会估计 计划可能未必好受医护人员欢迎 公营医疗系统医生和护士离职加剧 上个月流失率分别上升至6.2%和7.7% 医管局大会通过多项挽留人财措施 包括最快明年下半年 向做满三年的合资格员工 提供低息置业贷款 上限500至600万元 有公立医院医生的组织认为 如果不解决公立医院核心问题 例如环境击碧 服务水平等 对挽留人财帮助不大 他预计计划可能 只是吸引部分未考获专科资格的医生 不计划长期留在医管局的人 相信未必会申请 香港护士协会说 年初曾经做过调查 8至9成说有意移民的护士 主因是社会形势转变 而非置业 新措施能不能挽留医护 持官忘态度 不过欢迎医管局未来两年 开设300个副顾问护士 和40个顾问护士等职位 另外他说会去信医管局查询 有关成立医管局学院更多的细节 建议增加大学本科护士学额 填补人手 无线电视机载邓热型报导 本港出现第一宗怀疑Omicron新变种病毒 流入社区个案 消息说当局仍然进行基因排序分析 最快明天确认结果 政府完成涉事个案 锁住大厦的围风检测 没有人确诊 有专家说不能调以轻心 初步确诊怀疑感染Omicron新变种病毒的 36岁本地货机男机组人员 豁免检疫期间 住的油麻地长兴大厦 早上大概7点解封 有大概50户没有人应援 剩下大概160人完成检测 没有人确诊 有居民说大厦的卫生近期欠介 他星期一由美国经航班CX2071底港 机场的检测情阴承 豁免检疫期间 星期三下午的2点到3点 去过东方街的生技竹面买饭吃 晚上7点到8点 在旺角洗衣街流动彩阳站检测 同日抽验样本是呈初步阳性 并且出现病性 去过的检测档今天是有营业 当主说昨晚节目通知 已经要求员工早上做检测 开档之前已经加强用漂白水去清洁 有时刻就说 不知道有初确且来过餐厅 也不太担心的 你周边这么多餐厅 你好像不知道这么多 有转科医生说 虽然维峰大厦没有人确诊 但患者抵抗之后 暴落在社区两天 不排除有人感染之后 仍然是处于潜伏期 接下来的14天里面 究竟里面那个 譬如他同住那座楼 和他去过的地方 接触过的人 会不会出现一些计划式个案 我们不能够排除 而且因为未来的选举 也有很多节日的活动 如果真的有一个 不幸感染了个案 本身的病征是轻微 又跑去那些高危的 可能会产生超级传播场景 其实不能够排除 那个第五波可以一触即发 对于接连有获 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 进到社区后确诊 他形容这个防疫漏洞 必须要堵塞 梁子超说广州都在社区 出现Omicron输入个案 相信两地都需要时间去观察 多少都会影响商讨恢复免检疫通关的进展 母亲电视记者 陈嘉敏报道 政府委任黄佩思 出任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 接替卸任的李国津 明年元旦起生效为期三年 本身是执业大律师的黄佩思 现在是最低工资委员会和监警会主席 2017年起担任港大校务委员会成员 黄佩思对任命感度荣幸 说港大将会有一连串的新计划 包括区域发展 招聘国际人才 提升大学的国际声誉 教育局局长杨远雄赞扬黄佩思 公职经验丰富 相信他可以带领港大精益求精 在场佳职 校长张常对任命表示欢迎 即将卸任的李国章2016年起 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 2019年获得续任 立法会选举10个地方选区 各区选出两名议员 其中新界东北有四名候选人 大家好我是李梓敬 梓敬是少数能够为国家打国际线的人 今年曾经两度在联合国发言 更重要的是梓敬是首批成功用新媒体 为大家发声的人 未来都会用创新的手法为大家服务 请投我1号李梓敬 神职的一票 多谢你 我是2号民主派的黄承智 我的政綱第一 是要特赦民主派人士和年轻人 第二 我要停止国安法成为批斗工具 第三 在立法会成立监警委员会保障市民权益 改善警民关系 第四 重启政改方案 重拾普选之路 我是3号陈克勤 我服务了议会13年 有经验 有政绩 属政策 我会争取全面通关 增建公屋和居屋 解决套路港的济塞问题 解决冬结的济壁问题 缩短专方门诊的轮后时间 请你支持3号陈克勤 多谢 你好 我是新界东北4号候选人 民主思路黄泳浩 我希望利用我的学识和背景 去令到议会更多研发 将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重新浮上水面 我认为议会是需要一些政治新鲜人 有创意思维 去找一些平衡方案 解决问题 请支持我 4号黄泳浩 新界东北选区包括大埔区和沙田区西部 即是马尿水、火炭和水泉澳等等 立法会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 医管局通过新一轮软流人财措施 包括提供首期低息置业贷款 上限500到600万 最快明年下半年推出 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离消至预计 计划未必好受医护人员欢迎 根据在内地新公病毒疫情 累计确诊有超过10万宗 昨天新增76宗确诊 其中本土病例56宗 浙江占最多有44宗 集中在兆庆、陕西5宗、内蒙古4宗、广东2宗 分别在广州和东莞 四川、成都1宗 境外输入病例有20宗 香港累计12506宗 内蒙古4宗 受罪的后装 闻今日